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是联储局局内放音 到底带来哪些信号呢 那美国联储局 结束了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 一如预期 维持基准利率 0至0.25例不变 并且是维持买债计划 但是大幅是调少了 通胀指引预测 将疫情后首次加息的时间预测 提前到了2023年 也暗示会加两次息 那这个消息呢 就令到美股持续受压 债息抽上 美元指数创出一年的最大升幅 金价一度跌近3% 联储局局内放音 给市场释放了哪些信号呢 那资本市场的投资逻辑 现在是否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呢 其实我们首先 从三个方面去分析一下 第一个是预期 因为过去一两个礼拜 市场上对美联储 给出明确的加息 明确的这个缩减QE的规模 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么所以说过去一个礼拜 其实环球市场的整个表现 其实是比较差的 尤其是A股港股 跟美股的道德 所以说这次出来之后 其实并没有市场预计的那么明确 也就是说它只是在稍微的明确一下 这个时间2023年之前去加息 所以说也就是离加息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比预期是要轻的 所以说我们 照我看来 过去一个礼拜 市场上的过度反应 会在会计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环球市场 可能会有起稳的这个动力 那么第二个呢 就里面特别提到 虽然说它把那个 没有明确 那个退出QE跟那个加息的行动 但是它做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明确了加息的时间 给出市场一个 及时跟市场沟通 这个是美联储给市场 很大的一个 那个移动的空间了 同时呢 美联储为了避免美国 那个最近过剩 把市场推向负利率 这个情况呢 它加了两个利息 第一个把美国的存款 超额总款准备净率提高了 由0%提高到0.15% 另外呢 市场过剩的那个指标 叫隔夜回购利率 这个回购利率就是说 那个很多金融机构钱多了 宁愿把它把这个钱 扮回到美联储 这个利率呢 有百分之零 调整到百分之零点零五 就万五 这个就等于是 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也说明了市场钱很多 金融机构的钱也很多 美联储为了补偿你 就给了这个利率的一个收益 就为了避免市场 整个美联储偏限负利率 这个情况做一个准备 所以说它告诉市场 美联储不会走向负利率 这个是信号 是之前一直说 美联储是否会跟欧洲 一样走向负利率 但是要提高这个利率 打消了市场的一个移力 同时呢 也给市场一个信心 就是说 第一个 美联储会在这个 那个 有的是过剩的情况下 会在货币市场上 去吸引基金 回到美联储 其实这个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说银行的钱很多 金融机构的钱很多 那么它返回到美联储 这样就避免了市场 再去炒泡沫 这个预期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在美联储的行动里面 去看到 它把整个通胀的预期提高了 那么比如说 明年会提高到3.4% 对吧 那么到2023年 又把这个 变回到2.4% 其实也会应该了 美联储会对通胀的判断 实际上它是有 它是有益的判断 这个是短期的通胀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通胀 里面也会提到 就假如通胀超过了美联储的预期 它会毫不犹豫的去查取行动 这个给市场的一个信息是 美联储是在查取行动的 在这个安虎情绪下来的 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整个市场会在一个叫 过度担忧美联储收紧 然后过度担忧美联储枯势通胀 这个预期上面 慢慢进入正道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是在有节奏的 去控制整个市场的回垄基金 以及加息跟缩短推 对新型市场 对其他市场的一个行动 尤其是在推出这个政策之后 它跟九三行延迟了那个 美元流动性的互换的一个期限 延迟到了2021年底 这个也是为了避免 假如美联储整个货币政策 对市场找出一个收紧信号的时候 其他市场一个美元出现紧缺的一个期限 那么它也铺排了一个流动性互换的一个时间 这样的话这等于是给美联储对美元的一个慢慢收紧 提供一个缓慢的一个缓冲区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市场很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缓冲区 那么那个过度的反应 我觉得慢慢会有所修正 那其实像周先生所说 我们早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过 其实美联储一直都是在跟市场有一个谈判 有一个寻寻渐渐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会感觉到这个美联储 依旧对这个市场有这个掌控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会让市场更加安心一些的 那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在加薪预期更加明确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 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未来哪些股份 可能在现实这个环境下 有望受贿迎来声势 哪些股份要开始归并进行抛售了 那对此您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其实从中长期来看的话 那么至今肯定会流到一些 所谓的核心资产 核心资产不是说它有 估值有多低 核心资产是它未来5到10年 这个周期里面 你是否继续维持你的竞争优势 这个行业这个公司 是否维持一个持续的一个成长性 那么我们从最近两个礼拜的 每股的指数反应来看 道指是最弱的 那么纳指跟标普反而相当好点 那么最强的其实应该算是 里面的标普指数是偏强的 那么标普里面它是综合指数 我们很难看到它 很难看到它里面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就拿道指跟纳指来看 因为纳指代表的是成长股 新鲜的这些行业 它的指数是比那个道指走得要强 所以说我们在观察里面 可以看到其实一些科技类 尤其是美国一些大学科技股 其实最近来说也是反弹的幅度 也是比较大的比如威远 苹果亚马逊这些股票 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一些新能源类的这些企业 还有一些自动驾驶类的企业 比如说一个叫图生科技的 做自动驾驶的公司 最近在美股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最近开始慢慢可以看到 虽然说美联储会加息 但是我们拉长来看 美联储这个加息 其实对市场的短期可能有影响 但长期来看 还是不断的这些市场去投放流动性的 这更重要的事情是 大家关键到整个经济开始放缓的时候 对传统的行业 对所谓的那些低速增加行业 其实是慢慢在减低配置 直处重新回到一些成长类的行业里面去 科技平台是一类 另外一个是医疗 还有一些我们所说的自动驾驶 那些前沿的一些投资 这些标题反而是市场上 接下来可能会再一波加息息 再一波流动性 反而过度之后的一个修正里面 这一类我觉得会非常快 那您刚刚所说的是美股这一方面 那港股当中是否也符合这个逻辑 现实大家是不是也应该关注一些 核心资产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比较消沉的一些互联网平台 还有您所提到的关于这个自动驾驶 还有这个医疗方面 是否也是近期大家可以去选择 长期部署的标的呢 其实科技平台股 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可以去部署了 因为互联网平台股 它经过了两个打击 一个是国内的反准断打击 另外一个市场上对美联储 收紧流动性这个打击 其实它的整个包括 京东阿里美团还有腾讯 都经过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 这个时候在估值 在那个市场上对流动性的反应 它就很休战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一批股票 目前来说可以进行一个配置的了 这种颜色的 就是颜色的 感谢观看